我的天哪 你吃过这种软乎乎的油条玉米包子吗 捏起来弹弹的超解压 有个小伙子把这种油条剪开 竟然发现里面有一个迷你烤面包机 小小的特别精致 据说到了午夜十二点 它就会自动烤出香喷喷的面包 只要吃上一小块 就可以十天都不饿 真的太神奇了 不是吧 竟然有这种软绵绵的油条包子和玉米 我怎么就从来没吃过这种早餐啊 小伙伴们 你们吃过吗 最主要的是这种软绵绵的早餐里 竟然能抽到烤面包机 午夜十二点 这种迷你烤面包机 就能烤出香喷喷的面包 只要吃上一块小小的迷你面包 就能十天都不饿 这也太神奇了 小伙伴们别着急 先让顾客我去小卖部 帮你们一探究竟 看一下有没有这种软绵绵的早餐 天哪 包子们 还知道我在小卖部 找到了这种软绵绵的早餐 有玉米 包子 还有这么多油条 每样它只有两块钱 不过人家根本不是什么早餐 而是一种解压捏捏乐 捏起来超级软 特别解压 这个包子简直就像嫩豆腐一样 太好拉了 对了 赶紧给赶紧来找一下 这里面有没有什么迷你面包机 那咱们就先从这些小油条下手吧 我捏你 捏出来 这是啥呀 看起来是个小盒子 洗干净以后 虽然是一盒苹果 这一上面还标的价值十块钱呢 打开来说说 这苹果也太小了吧 不过红瀑瀑的超可爱 我捏了一个薯条 我捏 奶油一下子就冒出来了 妈爷爷 里面竟然有这么多奶油 那我来找一找 这奶油里面什么都没啊 找了半天只找到一盒 红冻冻的小苹果 咱们还是来看一下 这香菲菲的大包子 有什么的 这么大包子 香的我都馋了 不知道里面包的是什么馋的 捏起来超级的软 像气球一样 赶紧来捡开看看 捏 哇 这里面竟然是像冰沙一样的东西 那就把里面的冰沙全挤出来 挤 这是什么呀 堵住了 又是一个小盒子 这小盒子里竟然是 这个梨子 为啥这梨子的屁股长得这么天呀 感觉瞬间就能炸死人 对 我还有一个大包子呢 来看看这这里面是什么 捏 出来吧 哎 红色的 这是 里面是草莓 这可是我最喜欢吃的水果啊 有没有小伙伴们和各位我一样喜欢吃草莓的 两个赞赞让我看到你们 小伙伴们 我这都已经抽到三盒水果了 甚至还是连面波鸡的影子都没见到 难怪在最后两个油条和玉米里吧 咱们一起来找一找 展开这根油条 我急 你们没了 屁脱奶油里也不像有东西的样子啊 看来这个油条是浪费了 没事 咱还剩最后一个玉米呢 老师们继续点赞赞 我相信啊 这个玉米里一定能找到宝物的 我点 烤箱 烤箱快出来吧 啊 这是 啊 又是水果 这一次是青苹果 一看就特别酸 我再不要吃呢 这还没挤完呢 我再继续找找 哎 什么事 我去 面包烤箱被我找到了 这有太迷迷了吧 还没我的掌心大呢 看起来好精致呀 还有排气孔呢 别急 他让我去帮他清理一下 清理完毕了 大家来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 哇 竟然是双层烤箱呀 和我家的大烤箱一模一样 看一种精神黑科技呀 听说他到晚上12点的时候 会自动烤出迷迷面包 你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看到刚才清理的时候 里面浸了一点水 让人们先放在这里晾干 等到晚上12点的时候 再来看一看 烤箱的面包味啊 这大半夜的谁在烤面包呀 你去看看 有没有人在烤面包呀 这个香味是从哪散发出来的呀 嗯 好像是这个 其实是个超迷你的面包机 这里面还有面包呢 这个香味也太香了吧 让人把它打开看看 这个面包闻起来也太美味了 尝一个试一下吧 哇 这个太好吃了吧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面包 吃了这感觉 有点脏 我的肚子怎么突然这么疼啊 不行 我得去下厕所